1961年 最后一批从缅甸撤回台湾的游击部队 号称是云南反攻救国军 这一支孤军 最后落脚云南台湾的老名欺败 滇缅孤军与宜隽撤退来台后 历经50年的沧桑 故事已经逐渐被遗忘 不过就在孤军第三代念生 和一群好朋友 在激烈的期待生存游戏中受伤 触动老奶奶的思绪 让时光倒回到国共战争期间的场景 不是玩游戏吗 怎么就受伤了 前面你发什么呆 你的手指快来发吗 快来发 围电影家是抑郁 是由文化部指导 国立台南生活美学馆主办的社区营造网路影音平台 营运推广计划 推出的守护作品 电影内容重现国共抗战期间 低敏忽军在强林淡雨中生活的恐惧 以及在他乡建立新家园时 碰上的文化冲突与艰辛 这支影片日前已在YouTube 岛屿的光影频道正式播出 也获得热烈回响 南美馆希望透过更多叙述台湾社区故事的微电影 吸引民众关心社造 凝聚社区的力量 岛屿的光影这一个YouTube频道 是文化部位的推展社区营造的精神 那我们特地拍摄了一系列的微电影 在未来将会在这个频道持续播放 也希望大家锁定我们这个频道 一起来关心台湾的社长 南美馆馆长陈柏青表示 此计划共制播12支微电影 后续11部作品将以不同故事风格呈现 预计12月15日将推出第二支影片 永不落幕 我们的第二支片子永不落幕 谈的是社区跟彩绘的问题 将会在12月15号来上档播映 那么下一次片子 第三支片子时尚令草 预计在106年的1月1号来上档 陈柏青表示 永不落幕叙述一段负责化电影刊版的老画匠 坚持看守废弃戏院的感人故事 内容更加入近年台湾社区新奇的彩绘风 期盼能引起观众共鸣 而时尚令草则是以愿力青年返乡竹梦 让地方没落的令草编织 走入时尚领域 使农村重新崛起的故事 这两支微电影将在岛屿的光影频道播放 届时欢迎民众踊跃观赏 一起从社区故事看见真台湾 记者综合报道 中途 中途 闪 中途 和